占久了腰痛是什么原因 如问医生特药专家高宗强 西岩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骨科副主任医师 这个占久了腰痛 如果这个疼痛的话 就是占久了腰痛 休息会可以缓解的话 这个我们常见的就是腰椎上的一些急患 这个有时候呢 像腰椎加慢度出 腰椎管的狭窄 或者腰椎的骨心关筋炎 甚至还有这个腰肌劳损 这些都可以导致这个腰背疼痛 这一块的话就说是 如果说是占久了疼痛的话 这就提示我们一个 我们站的时间一长之后 我们要变换一下姿势 我们可以身体呢 腰呢我们可以 假如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我们的一定要变换一下姿势 我们可以稍微的活动活动 稍微的活动活动 另外的话就是平时一定要加强这个锻炼 就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点 就说是像游泳啦 像这些我们要选上一个 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方式 多进行一些锻炼 另外我们还可以进行 我们的腰背肌 专门针对腰背疼痛的话 专门针对腰背肌 可以进行一下锻炼 有一个小时的锻炼